公民党秘書長黃建廷日前自報跟郭董有討論過 如果沒有徵兆他可以改列部分區立委席次 爭取擔任立法院長 對此郭台銘辦公室在昨晚發出了聲明反擊 表示沒有考慮其他職位 更要黃建廷應該要把記憶給釐清 不過今天黃建廷親自說明過程原委 再報郭董還曾經說部分區可以不用列在第一位 黃建廷也喊話相信郭董不會想要保送民進黨 相信郭董他還是會信守承諾 因為保送賴清德絕對不會是他的選項 陷入分裂危機 國民党秘書長黃建廷自報曾與郭台銘討論過 如果雷初選沒有贏 可以爭取立院龍頭為人民做事 如果是侯市長贏 他來列部分區 扶選總統 然後可以爭取當立法院長 後來這個方案 我們就把它稱為叫Plan B 但郭辦發聲明怒批 國民黨高層思想授受受 何況國民黨立願席次只佔三分之一 這職位根本不存在 郭董只考慮選總統 還重劃抨擊黃建廷 要他謹慎釐清自身記憶 讓黃建廷跳出來還原對話過程 後來不只一次討論 郭董還說不需要把他放在第一名 他可以排後面一點 還有吹票的效果 我聽得非常的敬佩啊 喊話郭董甚至動之以情 當然也是為了穩定支持者信心 國民黨立委參選人們 尤其挑戰艱困選區的小雞 從台中 宜蘭 台南等地 集結到黨中央挺猴 全台串聯公車 挺猴友宜四大主張 猴友宜身為母雞也有進展 不斷拉攏深藍 九號首度直接向韓國瑜道歉 不過沒有當面依舊被外界批評 沒誠意 多次用電話來跟韓市長 大家聊一聊 別見面 因為韓市長臨時有事 就沒有辦法見到裡面 韓國瑜則回應 秉持愛與包容 期盼統治們團結 四年前國民黨慘敗 侯宜浮選 被批不努力 想平息深藍怒火 還得加把勁 幾乎留言告訴我 也特別常報道